中國國民黨在這一次 總共是齊名六席 贏了五席 增加了一個席次 我想在這個部分也跟各位報告 中國國民黨除了感謝各位鄉親的肯定 未來我們也一定會持續的生根 然後回報所有鄉親的支持 我跟這次國民黨所支持的 雲林國偉政長的參選人林嘉宏 他的得票率達到50.20% 我們支持的麥寮市長候選人余文中 他的支持率達到得票率是62.25% 另外台東大五香港參選人王景昌 得票率是57.02% 都在這次的選舉中勝出 另外雲林麥寮市長選招是落敗 而台中的議員補選是由國民黨籍的吳建德勝出 而宜蘭縣的議員補選則是由國民黨的支持人選 也是國民黨籍的黃文如勝出 那剛才我們的朱主席也在辦公室 一一跟這五位當選人親自電話恭賀 那對於這六個補選席次的這中呢 這次國民黨是贏得五席 那國民黨我想除了感謝我們地方 鄉親的支持之外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果 也是個賴清德總統在就職前 再一次的提醒人民對於民進黨的不滿 那當然我想這樣的不滿人在持續當中 而這次的選舉結果也展現了人民的意志 也提醒民進黨面對新的民意 應該要更加的謙卑 那尤其是我們看到賴清德最近公布的內閣名單 看到的不是用人為財都是用人為親 滿滿的都是新潮流的派系 那行政院也變成賴清德的加成中心 革命的真意也不斷 難以看到賴清德選前所提的民主大聯盟 希望草演得夠對話 也希望不分黨派的執政結局 所以面對補選的結果 還有面對新的民意 賴清德應該跟他調整腳步 謙卑的面對 好 謝謝許主委為我們說明的選舉結果 這次鄉鎮市長的補選 國民黨是在六席之中拿下了五席 但是從原本的四席增加了一席變成了五席 所以這次國民黨真的非常感謝所有鄉親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生根 會繼續經營 我們要呼籲 要提醒 準總統賴清德的內閣 還有民進黨執政黨 一定要好好傾聽民眾的聲音 而這就是民眾的民意 這一次邁寮鄉長的補選 那民眾黨就是民眾黨的主題 科文件是幾乎是請選黨自己去選 那最後就有第三名 那主委怎麼看這個現象 那是不是也漸漸你講到你的選情 我想這次邁寮鄉長 因為民眾黨在地方有提名 臨以理由參選 那確實會對於我們提名的學校的選情 會造成影響 因為其實都是屬於泛藍的體系 那當然我想這一次 我看我們的柯文哲主席 可以說是請全黨之力 不管是全部的立委 全部的議員都到這個賣樑去扶選 甚至他本人還在那邊 Long Stay 可是得到的票數呢 可能只有 我看一下 總共得到的票數 只有1596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呢 我想它代表的就是 事實上還是要在地經營 不是選前有個禮拜去Long Stay 就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 好謝謝許主委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這個林一農的得票數是大概 林一里的這個票數大概是1596票 得票率也僅僅只有10%左右 而也正如許主委所說的 長期深耕的經營 才是對於當地選民或是民眾的重視 而不是只有這個短暫的為了選舉 來做Long Stay的表現 才是這個民眾黨 可能必須要進入來思考的 那國民黨呢 當然我們會持續的跟地方做合作 做結合 然後繼續紮燈 繼續經營國務所的選民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謝謝大家